謝謝主席 院長先請坐 我等一下需要您回覆的時候 我再請主席請他上來 主席各位同仁 本席今天的總質詢 要來從我前幾天所接到的一封陳情書開始說起 就在前兩天我收到一封來自於台東南語鄉的 一位護士小姐給我的一個封陳情書 他說到在南語也就是我們台東的一個離島 那地區長期來沒有一個會說母語的一聲 然後因為地處偏遠生活條件受影響 所以醫生的流動力非常非常的大 這位南語的姑娘 她學學完成之後 她回到自己的家鄉 她盡她的所能 來照顧她所有的鄉親 她想要發揮更大的力量 所以她辭掉了工作 她要報考醫學院 她認為這不只是她自己的理想 也是她對這塊土地的一個使命 但是由於她的年齡 已經超過了25歲 不符合我們現在國家正在培育 離島及原住民的醫事人員相關計畫 所以她沒有辦法來參與這樣的計畫 院長還有在座的 所有我們台灣可以說是最精英的 我們政府所栽培出來的政府官員 本期今天 之所以要從南語這個地方開始說起 其實當我們掌握國家的權力的時候 我們掌握國家資源分配的時候 我們照顧的目光不只是看在我們都市裡面 人口集中的地方 我們更應該把我們的目光 把我們的資源分配到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給那些最需要的人 本期這番話 不只是對我們即將要卸下棒子的這些 包括行政院長還有所有的部長所說的話 其實也對520新的政府 一個新的期許 我不知道這位蘭嶼的姑娘她可不可以 這位女性她可不可以考上醫學院 但是我為她的這樣對理想的追求 對自己土地的那份情感 我深深的感動 我今天要從這裡開始講起 因為我從報紙上所看到 我們行政院長張院長卸下院長職務之後 你非常有可能在東部裡面去過生活 因為你在東部買了一塊土地 要在那裡享受這樣田園的生活 我相信院長即便是你卸下行政院長的這樣的位置 在民間你還是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本期要在這裡跟你分享 我們全台灣的所有的問題 我們光靠政府也來做真的有它的困難 本期對你深深的期待 也許你在民間的時候 你當你到東部裡面去生活 你才可以發現 原來我們東部人民的需求 跟都市的需求 是竟然有如此大的一個差距 當我們在討論高鐵 在討論捷運 在討論國際機場的時候 我們東部人想說即將到來的親民節 連續假期 讓我們可以非常安穩的 不用十二點守在電腦前面 全家總動員守五台電腦 打電話 然後就為了訂一張返鄉的火車票 這個是生活在都市裡面的人 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我相信在座的每位官員 你們也不曾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你為了要去東部 你必須全家總動員 在電腦前面 就只是為了買那張返鄉的火車票 院長即將要退休 要到東部裡面去住 我多麼希望時間可以導致 應該你先到東部去住 住好之後 你才來擔任行政院長 或擔任官員這樣的工作 也許那我們在決定資源分配 決定國家市政方針的時候 我們會有不一樣的看見 本席今天還是要來在這裡 非常語重心長的 來跟院長還有在座的所有的官員 來做分享 除此之外 當然本席以下問題要就 我們實際台東的交通問題 也許520之後所有的重大政策 還有國家的方針 要由新的團隊來決定 但是在520之前 還是有一些跟民眾生活息息相關 而且迫在眉燒 需要我們現在的官員去解決的 我們在這裡要要求 我們行政官員 要竭盡所能 來解決我們人民所面對的一個問題 主席我們接下來可不可以請院長 還有部長 交通部長 是不是 請張院長 部長 六委員好 在您質詢以前 容給我30秒鐘 回覆一下您剛才的說明 我那塊土地已經買了六七年 我去花蓮每個週末 我已經去了上百趟 我也跟所有民眾一樣 禮拜四的深夜禮拜五凌晨 守在電腦前面買票 我沒有指責你說都沒有買票 但是我如果 我深切體會到東部交通的這個困境 那我真的是 如果你自己有去親自體驗 用透過網路上去東部 要買東部火車票這件事情 那本席是要肯定你這樣的行為 所以我也很清楚東部的票非常難買 那就是 台東東部 台東跟花蓮所面對的交通問題 如果說我們每一個官員都能夠感同身受 那也許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迫切性 你才知道 對我們生活是造成多大多大的一個困擾 特別是現在鐵路電氣化做創造需求 那個量是比以前大的更多嘛 那我們台東就只有一個當 在台東跟花蓮之間只有當鬼話 即便有火車車廂也跑不了那麼多啊 所以許多民眾 他也許會產生不諒解 會甚至會憤怒 最近報紙上登 說4月份開始 有一列的火車 一列的傾斜式列車 為何要跑到台北跑到屏東 那我們東部的民眾就想說 怎麼會我們的火車走去屏東 我也有同感 我們的火車走去屏東 但是有些人就想說 因為我們也沒有痠鬼 你全民眾 我有第一時間就問過鐵路局 把一列車調到這個西線以後 西線才有多餘的PP可以調到東線 PP12節運量比普庸馬8節可以多一些 院長 那你也認為這個調動你一開始覺得也覺得 我直覺上是覺得很奇怪 後來去了解覺得這個道理還講得通 我現在跟你討論就是說 你要去了解我們東部的民眾 為什麼會對政府這樣看起來火車的調動 也許在技術官員來講 他認為這是一件小事情 那為什麼東部的民眾感受會這麼不一樣 你要去了解那裡面非常長期 有他客觀的因素 跟主觀的心理因素 我覺得鐵路局可以加強對外的說明 院長 這當然說明是必要的 但我要強調就是說你要去了解 那個在我們深層裡面的那種 我了解 對我們長期來基礎建設的不足落後 我了解 那種不滿嘛 會心生那種會心生不滿 就像我剛開始講的 蘭宇這位護士小姐 他所講他所做的陳情 那也許在其他地方他覺得很不可 不要說在都會區啦 在光在台東是我們的醫療條件 就會比蘭宇好嘛 所以他講的事情 光我們自己也許也就認為說 不一定能夠感同身受嘛 那何況說你住在都會型的裡面的 這些朋友們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體驗到說 在蘭宇這個小島裡面 長期來沒有一個會說母語的醫生 他突然去跟這老年家溝通 而且流動力之大 住個一年兩年 甚至是公費生 時間到了他就要離開 所以本席今天要跟你討論的 就是資源區域的均衡發展 跟平衡的重要性 各位報告是不是容許我稍微回 我先講我的問題 我今天討論的不是重大的政策的發展 因為那個有客觀的環境的影響受限 本期就很討論一件簡單的事情 即將到來的清明節連續假期四天 這個是在520之前大概 最後一次的連續假期 今天凌晨已經開放買票了 對 所以如果你上 院長可能沒有臉書 你如果上臉書自己去看一下 或打關鍵字打1 就會跑出一票難求 你看臉書這一片 一片的抱怨聲 我今天凌晨開始 我本期的那裡就收不完了 部長還有院長 在這個520之前 最後一次的連續假期 最後一次的交通輸運計畫 而且不只是計畫 要徹底去執行的 院長還有部長 本席要求你們 你們有什麼具體的方案 能夠來將這一次的連續假期 整個運輸做的不要說十全十美 至少要比以前更大的一個進步 我想這樣子 那麼其實東部的運輸 我也知道 我上來以後一直都非常關心這一塊 那以清明節的書運來講 加班加掛的 所有整個環島的運能的部分 幾乎有6成5都擺在東部 這也是事實 那現在大家搶的當然都是那種 所謂的比較特殊的那個路 那個時段 那比較兼容的那個時段的那個票 那當然我承認 確實現在的量確實不足 所以會有一票難求 那現階段裡頭 我特別要求就是台鐵局 到520以前還要做一件事 除了所謂的清明節 那麼返鄉的專車以外 現在連立假日 我特別要求就是跟地方政府談 如果說立假日 他們也願意來開返鄉專車 我們甚至提供優惠的這種措施 然後讓這種所謂要返鄉的 要到回台中 部長你說提供什麼樣的優惠措施 我說這一次啦 你不要講以後的 這一次當然 現在時間上來不及啦 但是返鄉專車照做啦 那當然 部長 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還有兩個禮拜 而且我們討論這件事情 不是今天本期在這裡才提出 我們在長期 也包括我們委員會開始 我們就提出 包括我們提了分流的問題 區隔觀光客 像這一次的例假 如果團票全部都不賣 就是這樣團票 那是要端午節才開始實行嘛 端午節才開始 這次用不到 這次沒有 七個假日都有 連續假期 主要連續假期的話 那我看 鐵路局長是說端午節才開始喔 啊 局長 七個連續假期 沒有啦 他的可能 你們認知錯 鐵路局長有對話發表 是端午節才開始啊 這次用不到啊 團體票開賣的時間更早 所以跟我們宣布這政策 時間是先後有差 對 所以這一次團體票應該還是有賣 但是那個 跟委員報告 像農曆年那邊的處理方式 鐵路局可以看售票的方 售票的狀況 再繼續加開搬車 只要是路線容量能夠允許的話 還可以繼續加開搬車 這個彈性是有的 院長 現在就加開 加開之外 你要確保 就是這些人 這些票 是讓真正想要返鄉的人 他能夠做得到嘛 當然我們有歡迎觀光客啦 但是這返鄉 傳統大家會 返鄉人數比較多 比如像清明節 大家回家掃墓 或記住的 那個量是大的嘛 那當然是要返鄉的人為主嘛 我們歡迎觀光客 但是我們現在量就是這麼多而已啊 我們當然輕重緩急 一定要有返鄉的為做優先嘛 所以跟委員報告 其實有很多的配套 還是要做處理啦 剛剛像院長所談的那個容量 那個 所謂的軌道的容量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特別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像連底 我們的這個 東線的這個部分 那麼可行性研究 雙軌化的這個部分 就連底就會出來 然後很快如果說可以的話 四個月我們就可以規劃出來 那接下來就盡快來做處理 那北肥的多軌化也是同樣 那你講我 你有在做啦 我要你這部分要肯定 我簡單的來講 針對這次清明節 返鄉專車啦 就專門讓 讓外地的人回到台東 回到花蓮的返鄉專車 現在是委員各縣政府在做嘛 台東縣政府 今天網路好像開始要開賣嘛 有沒有要求你再加開這樣的返鄉專車啦 專列讓這樣的火車能夠 回到自己的家鄉的啦 就做這一點 你其他的 其他你有在做就做這 這個返鄉專車是最明顯 而且立即可以改善這樣情形的嘛 就針對這次連駕 我可以請台北盡快跟花蓮 跟台東這邊趕快來聯繫啦 謝謝你好部長 確實去做了好不好 這就在5月20之前 最後一次能夠來 處理這次輸贏計畫的嘛 謝謝部長 部長你先請回 院長還有剩下一點點的事